红砖砌成的拱门上头爬满了绿翼 只有正中央的地方露出了仙堂鸡的字要 这里虽然属于石岗区的一角 却让人产生了幻觉 以为自己误闯仙人居住的秘境 挖掘出被世人遗忘的乐园 这间名为仙堂鸡的餐厅 运用了大量的木头和竹子 配合庭院里生气蓬勃的树木以及花草 再以山井当成了背井 打造出舒适惬意的用餐环境 并且是献上了招牌的闷鸭 胃笋疯肉还有空心菜炒酸笋等等的佳肴 让客人在品尝的当下就能够忘记繁忧 沉浸在自然和美食交织的世外桃源